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现在拿出了一份证据 他说我们透过EIS巴拿马公共登记处 这一份政府认证的文件显示 张国华才是真正的常任董事长 就是之前大家所说的永久董事长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哥哥派要拿出这个证据呢 因为从昨天弟弟派记者会开始 到底谁是真正合法的常任董事长 就吵闹不休啊 其实这件事呢从之前就开始吵了 很多人在问 长荣到底谁是永久 也就是常任董事长 应该说巴拿马长荣国际了 这件事很重要吗 到底有多重要 为什么重要到 不只为此开了临时股东会 还为此开了记者会 对那这一次的兄弟细想可以说高潮叠起 高潮之后还有高潮 为什么现在整个重中之重都集中在巴拿马长荣国际呢 因为长荣集团上造的资产里面 真正的控股公司就是巴拿马长荣国际 我们来看 那巴拿马长荣国际有五个股东平均20% 其中张南华先生这个部分现在叫做未定 因为遗嘱还没有分配 那最大的股东四个股东都平均20% 那最主要巴拿马长荣国际 他控股长荣海运2603 7.43% 然后长荣海运又控股长荣行15.40% 控股长荣的一个中在保8.45% 长荣除印40.36% 所以一股的挖起来 整个等于是长荣集团的超过半壁江山 都是你的 所以这董如果没争 没争 你真的打开就判了 那我就了解 所以谁是巴拿马长荣国际的 常任董事长就很重要了 好 那现在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哥哥说当然是我 你看文件显示 证据显示就是我 但弟弟派说不是你 因为当初在程序中就出了问题 而且我们合法召开了临时股东会 我们选出了另外一个 那哥哥说你们选的那个是不合法的 擦来擦去我真的是有什么 对 那现在是双方 变成双包嘛 董事长那个 常任的董事长变成双包案对不对 对 我们先来讲 弟弟这边的质疑就是 2016年就是张荣华先生过世之后 到底有没有召开会议 来推举张国华为常任董事长 第一个 我跟你讲 两位弟弟都不在 我们都没有在 那既然我们没有在的话 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假的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 他股东是不是很少 你说用四位遗嘱的执行人来推举 你说用四位遗嘱执行人推举 问题是我们四个人 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我们都在为什么还要轮到 那个遗嘱的执行人来推举呢 那这个问题又来了 刚刚你说弟弟派说 对 我们都没有到现场啊 没有啊 这样就说孙力 你是合法的 问题是哥哥派说你们到现场 这真的叫鬼故事吗 这是灵异节目吗 不会 哥哥派说张国明 张国正当天都在现场 2016年的3月24号 就任巴拿马长荣国际的 常任董事长 他说是符合张成的 而且两位弟弟都在现场 两位弟弟说我没有在现场 我没有到场见证 那现在是 那你很简单嘛 你说我们两个有到现场 有开会 那你有开会记录 有我们现场的签名 如果有的话你提出来 没有的话你就涉及委赵文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K 小K说你说你有开会 从2016年张成花先生过世之后 到今年的5月10号 我从来没有接到任何的 股东会的开会通知单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一定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开会 是你们跟四个遗嘱执行人 私相授受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张国华你虽然建在 登记为常任董事长 那这个常任董事长 就是一个维华的 那哥哥这边就要提出证据 对不对 我第一个提出证据 好 那我的证据就是说 你刚刚讲的 3月20号有啊有啊有啊 我开会的时候 两个弟弟都在 而且我还指定张国明为董事 这是第一个 他提出的证据 所以他的意思说 他们两个都在 对 然后他们两个也同意选我做董事长 对 而且我还指定他做董事 对 没有 他是用四个执行人 推举他做董事长 那弟弟没有提出议议 没有抗议 没有提出议议 这第一个 那我当了这个常务董事长以后 我就指定 我的第二个弟弟张国明 他也当董事 我是常务董事 那如果弟弟真的在现场 那遗嘱委托人呢 指定是由张国华当常任董事长 那弟弟在现场也没有抗议 也没有不同意 那就等同意他同意啊 对 但是就是弟弟就说 那你拿出那个会议记录来嘛 没有嘛 那第二个哥哥再提出 另外一个政绩说有 我还有选任张国明为 整个巴拿马超农国际的秘书 从2016年以来 他也签了很多公文 那这个公文里面 我就是常任董事长 所以他提出个英文版的 刚刚那一张 就是说代表说 你就知道嘛 你知道我是常任董事长 你是秘书 你也签名嘛 那这个是英文版的 所以双方现在各执一词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其实坦白讲我们第三者 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 那现在第二个争议点 就是哥哥派这边指引的 不知道现场有没有 监视器调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在现场 对 好 另外呢 到底 第一个是在讨论到底张国华 之前在2016年那一次 他有没有合法被选任为 常任董事长 第二个争议是 那么不管这过程如何 现在弟弟说 那我就合法召开临时股东会 我重新选 我没关系 一几年我都没关系 我就要重新选 所以在5月10号呢 弟弟派就召开了临时股东会 就重新选了 选了谁呢 当时选了张国明 对不对 选了张国明做常任董事长 但哥哥说 你那一次的股东临时会是非法的 是不合程序的 那我们再来讲 弟弟5月10号的那一场 到底合不合法 好 那这是哥哥派的质疑 也是最近我们看到消息很夯的 双方推举等等的事情 那哥哥就说 你们那个造级是违法的 那弟弟派当然要提出反驳 弟弟派说 第一个我依照公司的章程 我有发开会通知单 包括张国华 我也有给你开会通知单 是你自己不来的 那第二个我全程录影 所以我们三个弟弟 大房二房 我们三个人同框的录影都有 第三个我上个礼拜 已经递出申请表了 我已经送到巴拉玛去了 那哥哥派这边当然就是质疑 第一个你是伪造的 你伪造的 因为你没有按照公司章程 所以既然是伪造 所以就是不合法 那他的意思说公司章程 你照理来讲 应该由遗嘱的执行人来指定 或是遗嘱的委托人才可以 那当时我是遗嘱的委托 那个执行人 他指定我的 所以我才是合法 你们都是非法的 而且哥哥说他合法 还有一个根据 就是我们刚刚新闻所谈到的 他今天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 他说我在巴拿马已经登记了 政府已经认证了 定义是巴拿马政府给我败诉 对 他提出这个英文版的 就是巴拿马政府的 所谓的像我们经济部的 工商登记的名册里面 我就是常任董事长 但是如果弟弟说 依照独自独国理论 你前面如果非法 那后面也非法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部分 定期这么久了 2016到现在 对 你如果认为他是非法的 中你都没出来欢迎 没出来抗议 没出来做任何的处理 到今天你这么说 他这是非法 这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现在就像张国伟 张国伟说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才提出意义 这是他们目前的第二个争议 那第三个争议就牵动到 地表最强的姐夫了 地表最强的姐夫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在他们兄弟心想的过程当中 是让他们更有机会 把这件事情原本处理好 还是把这事情给弄拧了呢 对 那哥哥派说 家务事我们大家兄弟坐下来谈 不要让外人来插手 这是第一个争议 第一个说姐夫不是外人 是我们家族大家很敬重的人 那真正的外人就是那一些 所谓的遗嘱执行人那些外人 应该把他并除掉 然后我们整个来解决家族的纷争 这是第一个 那哥哥另外一个质疑说 其实这个姐夫啊 他公关能力很强 但是公司治理的能力不足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有评有据提出第一个证据 就那时候股票在夯的时候 民国78年的时候 那长荣集团本来就海运的 他也说要成为一个长荣证券 长荣证券是由郑申池 那时候担任长荣国际的总经理 他说跟张荣花先生讲 因为那时候他那几个兄弟 都在公司里面没有很 受到尊重就对 那这跟川荣证券 我们来成立一个证券 他们说好... 最近那股票烤了 那股市也要留得稍微 那长荣的股票Q的96块 减减减减 就成立长荣国际 长荣这个证券 那长荣证券你一定要挖大户 你没有大户怎么办 他挖了易航城 跟林口许 那是很出名的阻力吗 对...第一代... 易航城 所以长荣集团几乎说 不然我们自己做葬家 对... 我们自己拿去招惊 然后... 当然要做赌客嘛 所以他找了易航城 不然你做不起来嘛 这两个来的时候 结果被检察官发现到 他利用长荣的五家子公司 提供七亿的资金 让他们去炒作南港跟太空 好是不是 郭平为1268开始奔底的时候 南港跟太空出现了违约交割 那违约交割照理来讲 你就要赶快要上报嘛 结果他不敢上报 他帮他带电股款交割 结果被查到 这事情大条了 后来在第二年 就是他1989年成立 1990年违约交割 1991年就炒炒结束 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短命的证券公司 所以说你说你有什么经营能力 这很明显的官方认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条就是说张农花当初 就是看重他的公关能力 那对他的经营能力 就一直觉得很质疑 那因为他挂名 就是长荣国际的总经理 叫他专门去找什么 在做好政党关系 那张农花非常看好 陈水扁立法委员 所以陈水扁那时候 有36名的助理 通通由长荣买单 那真的他压队 他的眼光真的很对 后来又是市长又是总统 不得了的 只有这条的官就吃败 那除了这个以外 他这个陈水扁的一个关系 拉得很好以外 连陈水扁的政国会的 所有的人脉都拉得很好 连后来的副总统李秀莲的人脉 都做得很好 你就知道 他这个拌劫的工夫 李秀莲当选台湾县县长第一次 他完全没有这个执政过 所以他最烦恼的就是桃源 有一个垃圾山怎么处理 我跟你说 正真正的我带你处理 我带你处理 那他也很烈 他马上成立一个叫做新农公司 新农企业 他们弄混化炉 帮他把垃圾处理好了 垃圾处理好了 很很好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有毒的废气物 因为像医院什么那些有毒的废气物 你有没有办法处理 他又成立一个水美工程 也因为他那个混化炉 把垃圾都处理得很好 讨厌人说赞 赞 赞 结果张农伟外说 我这个女婿还不错 政党官 就想要把长龙钢铁要交给他 但是后来又退一步想说 好像这样也不对 这帝 他公关很厉害 就是在你公司 普通普通而已 这样后来就揪起来 那不然长龙钢铁就给他了 他现在哥哥不要 那不然长龙钢铁就给他了 他就给他了 就没有6月10号这村 对… 好 我想这个兄弟戏强的这个戏 应该是长寿剧 一直拨到美女 好 我们来看 航运股我们特别提醒 昨天也提醒 最近是超级股东会 所以航运股的股价 好 明天是万海 后天是杨敏下礼拜长龙 我们先来看万海 万海其实我们来看K线图 其实万海它目前来讲 也是在季线之上 在季线之上守得很好 所以你不要看那些甲外资 这么在那边拼来拼去 整个拉拉聚聚的过程里面 能够撑在这边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也来看后天的阳明 那阳明最主要 就是台华 台华最近照股东会说 三个利空变成三个利多 比如说欧乌战争 大家认为说 以后没了 没好了 现在变利多 你以后一定要重建 现在打到那会死 乌克兰整个满目苍蝇 第二 中国解封以后 一定会有虚择怎么会没有 第三 美国开始要拔工 大家看好 这利多三百会 拼下去拼拼车 我跟你说甘明年去了 所以已经两年来没问题 我们来看长龙 长龙也是一样 那长龙呢 他你看这条纪线 已经一回 两回 三回 在那边拔河 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这代表什么 筹码在这就慢慢卸 卸到清晰 卸到清晰 要跳去就很简单 那今天为什么航空比较强 因为韩国又讲了 六二号开放 台湾现在大家都说 我没出力不行 我又要去哨 已经拐到又要去哨 台湾人也很爱撤头 所以说今天航空广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因为航空广 像半年而已 要拚還是休憩 所以這時候到底 應該買航空 還是應該買海運呢 認為應該買航空的給圈 認為應該買海運的給差 請舉牌 最近到底應該買什麼呢 航空的給圈 來休息老師 妳去 海運 你要海運 好 海運 來 1 2 3 4 5 6 6票多選海運 玉琳 好 我認為這一波的航運 它是在走長多的架構 所以我認為能夠抱得久 就能夠賺得比較多 所以這個售可以買嗎 可以 拉回來可以 封低布局